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元882年 尤里克王朝定都基辅 因此又被称为基辅罗斯 大致相当于今日俄罗斯东欧部分地区 乌克兰 白俄罗斯部分地区 那么 瓦里亚格是哪呢 这个民族居住在北欧瑞典境内 长途完射到俄罗斯建国 这个是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 法兜统治俄罗斯的第二个王朝 俄罗斯历史上不认的 认为 这是一个外来民族 十一世纪后半期 基辅罗斯开始解体 内战与外国入侵破坏 令其走向缩落 1240年 基辅罗斯被蒙古帝国征服 成为成吉斯汗长子数次之子 法兜所建立的金杖汉国翻属 应该说 金杖汉国统治了俄罗斯二百多年 但是 俄罗斯正史上使不承认 金杖汉国是一个朝代 但是 也有学者认为 金杖汉国与来自瑞典的琉利克一样 也是外来人员 应该算是一个朝代 一凡三是统治俄罗斯的第三个朝代 应该是莫斯科公国 但是 俄罗斯正史上也是不承认的 金杖汉国统治俄罗斯期间 收税制度非常有意思 自己不去收 而是让莫斯科公国大公一凡一事 帮助去各个公国去收税 因为这个关系 莫斯科公国地位越来越重要 1328年 莫斯科大公一凡一事 依靠金钱 蒙古人和教会的支持 击败金狄特维尔大公国 取得弗拉基米尔大公称号 开始领导罗斯 诸侯 到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的位时 莫斯科公国达到极盛时期 而这时 金杖汉国却日益削弱了 到了莫斯科大公一凡三事时 停止缴纳供服 金杖汉国一看 这哪行哪 就派兵攻打莫斯科公国 但是失败了 这样 莫斯科公国结束了蒙古人 对俄长达240年的统治 此后 莫斯科公国开始征战四方 俄罗斯统一国家基本形成 其疆域北达白海 南底奥卡河 西极地涅波河上游 东至乌拉尔山脉 罗曼诺夫在莫斯科公国时期 伊凡四世绝对是一个牛逼人物 他是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 与其第二任妻子叶琳娜格林斯卡亚之子 继位后 对中央和地方的行政 法律 财政 军队 宗教等方面进行改革 消除了领主政体 建立沙皇专制政体 打击地方割据势力 统一俄罗斯 建立了中央集权 开始了疯狂的领土扩张 1598年 伊凡四世的儿子费多尔去世后 王朝 绝四灭 死后 俄罗斯天下大乱 进入一个混乱时代 1613年 贵族们推举伊凡四世的亲戚 16岁的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为新沙皇 建立了罗曼诺夫王朝 这个王朝经历了18个沙皇的统治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在1917年发生的俄国二月革命中被推翻 在俄罗斯正史上 将莫斯科公国 看作是刘利克王朝的延续 所以认为 历史上只有两个朝代 也就是刘利克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 参考资料 莫斯科大公国简史 俄罗斯的远东扩张历史 作者 每日汉字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